这些都是那些憎恨王爷 心怀前名的不轨势力 胡乱造谣 无中生有 请皇上切勿相信 朕相信平溪王 赤胆忠心 忠于朝廷 至于那些流言蜚语 朕是不会相信的 皇上圣明 那请皇上赶紧放了我们家小王爷 你怎么回事啊 听不懂朕说话吗 朕说了不是朕做的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皇上 君无戏眼 你身为一国之君 怎么能如此玩弄臣子 我们家世子进京朝贡 却凭空消失 这样天下之人怎么看待皇上 住口 不可理喻 口出狂言 轮得到你来教训朕啊 来啊 想他拖出去斩了 赵 皇上喜怒 皇上喜怒 皇上 念得杨一之旧主心切 才会口不择言 胡说八道 胡言乐语 还请皇上息怒 皇上 你可以把我给砍了 但请你放了我们家小王爷 你闭嘴吧你 皇上 把他押入大牢 听候发落 赵 赵 来来来来 快走快 放了小王爷 放了小王爷 皇上 你 他 朕龙 吩咐看守侍卫 李玉阳送兵 吾皇 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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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皇 这里面 都是些香烛 金池 全都是最好的 我也只能做到这些 来表达我的诚意了 谢谢你啊 好哥哥 好妹妹 不是我不带你们出去啊 今天 又出大事了 皇宫里是乱成一片 根本就没有机会 放你们逃出去 我知道的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那就好 那就好 又出什么大事了 又有刺客 有个不该死的人被杀了 谁啊 吴英雄 你们这是什么反应 你说错了 你说的是不该死的人死了 没错呀 吴英雄该死 他怎么能该死呢 那么一个大好青年 就这么英年早逝 实在是可惜啊 你们是不知道 这一大早 吴英雄的人头 就挂在城门楼上 全城老百姓都吓坏了 吴英雄的人头 挂在城门楼上 是啊 不对 什么不对 怎么不对 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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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 是不是跟你们沐王府有关 是不是你们干的 肯定不是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我们曾经打算要拿下吴英雄 我继慕老公也 为他报仇雪恨的 所以说 你们听到了这个消息 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是不是 可是把他的头 挂在城门楼上 那可就意外了 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是谁这么干的 这摆明了是要嫁祸给小玄子 让吴三桂起兵造反 到底是谁干的 再来看一下啊 这也好 便宜了 再看一下吧 整个京城的棺材铺 我都跑遍了 就是没有发现 跟沐老公爷 忌日有关的线索 看来 五十一刻 沐健生就会杀了吴英雄 到时 皇上就准备跟吴三桂打仗喽 乖公公 双尔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找我 我有话跟你说 不过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 好好好 来来来 来 客官 您啊 这这就那 好好好 小二 上壶茶 来喽 一壶茶 走 小二 快点 马上来 马上来 来 客官 谢谢 您的茶 慢用 来来来 我帮贵公公 查到了一家奇怪的棺材铺 真的吗 这家棺材铺 没有招牌 不做官府的生意 只有星走江湖的人才会知道 那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 因为双尔的家不在京城 但是双尔的爹跟爷爷得罪了权贵 在京城处斩 当时扑师荒野 无人敢替他们收拾 就是这家棺材铺帮忙料理的后事 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权贵 告诉我 我帮你报仇 还是贵公公的事比较重要 我今天去了这家棺材铺 看到了一个灵牌 上面写着 钱国公 穆老公爷 天波之灵位 所以我就赶紧来找贵公公了 孙儿姑娘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找这个 你怎么会知道 双尔姑娘 你真的是冰雪聪明啊 在哪里啊 贵公公要先答应 等 等什么 我是个公公 我要是答应你 那不是耽误你一辈子的青春吗 不过 我很愿意 照顾你一辈子啊 不是的 不是的 贵公公 我是要你答应 不能伤害沐王府的人 那既然双姑娘你发话了 那行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不伤害他们 地址在这儿 来 来 甜水井胡同 甜水井胡同 双尔 吴运生这件事牵扯太大了 这烧小不慎 不仅一边要杀我 搞不好两边都要杀我 双尔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不会的 不会的 贵公公扶大命的 而且帮老百姓铲除了傲拜 一定会有福报的 一定不会出事的 我真的不会出事 真的不会出事 好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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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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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奸贼的儿子 肯定用邦规 把我处决了 有了